根据美国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资料 目前地球周围有近12.5亿颗太空碎片 大小自1毫米至数十厘米不等 这些太空碎片每秒飞行速度7公里至8公里 甚至10公里至15公里 相当于子弹速度10倍以上 对太空飞行器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显有人知的是 大部分太空碎片来自冷战时期的苏美反卫星试验 碎片彼此相撞又会产生新的二次碎片 目前空间碎片数量还在快速增加 按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 人类很难找到没有太空碎片的轨道 清理太空碎片势在必行 为此各主要航天强国也都纷纷开展 空间碎片清除研究 而中国率先做出表率 发射太空托船 成功将一颗失效的北斗导航卫星 从拥挤的地球同步轨道上脱离 进入目的轨道 这项成果还一度让美媒大肆操作 说中国技术不透明 有其他意图 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使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但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所谓目的轨道 一般都是指高度大约为 三万六千千米的 地球同步轨道上方 三百千米处的空间 在这个位置 卫星几乎可以半永久性地留在这里 据科学家测算 在静止卫星轨道上 一颗一吨的卫星 大约需要六百一十五万五千六百年 才能进入大气层 因为这里几乎就没有大气分子 仅有太阳辐射 引力波动能衰减轨道 所以无法使用离轨翻 而且如果在这个位置减速 坠入地球大气层 不仅需要大量燃料 而且还需要大量时间 另外更让人烦恼的是 由于静止卫星轨道空间非常宝贵 通信卫星 全球定位系统 部分卫星 气象卫星等 都需要占用这条轨道 而废弃的卫星在轨道上不断飘移 会严重影响其他卫星 因此必须将这些废弃的卫星弄走 目的轨道就是为这些卫星专门准备的 用一颗托船卫星 将它送到更高的目的轨道上 让它一样天年 在这里随便晃荡都可以 不要来影响静止卫星轨道即可 实践21号卫星 是北京时间2021年10月24日 9时27分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3号 已运载火箭 成功送入轨道的一颗卫星 其轨道参数就是静止卫星轨道 不过实际用途 在公开资料上却很少提及 百度百科上介绍为 主要用于空间碎片减缓技术试验验证 什么是空间碎片减缓技术呢 说白了就是通过技术手段 将使得外太空碎片减速 从而坠入地球大气层烧毁的技术 具体来说空间碎片减缓技术 有这几种方法 一 电磁方法 电动力绳锁 磁帆用磁力吸附的方式 收集空间碎片 达到一定量以后 其推入大气层烧毁 二 捕捉方法 以飞网 飞爪 机械臂 捕捉太空碎片的方式 将太空碎片集中收集 最终将其推入大气层烧毁 三 动量交换方法 给体积较大的太空碎片 安装太阳帆 增组装置 利用太空中仍然存在 极其稀薄的空气 给太空碎片减速 或者以太阳帆产生微动力 给太空碎片减速 加速其轨道下降 从而坠入大气层烧毁 四 摇杆方法 例如采用高能激光 产生微小动力 清除微小碎片 五 改变材料属性或材料状态 通过高能微波加热 使其气化或者释放氧化剂 点火后将其烧毁 五种方法中 第二 三种方法都比较适合 用于清除体积 质量较大的空间碎片 其余三种方法 适合清除微小空间碎片 当然最好的办法 还是采用高能激光 予以清除 2016年6月25日 中国借长征7号运载火箭 首飞成功发射了 熬龙1号技术试验卫星 熬龙1号是一台空间碎片 主动清理飞行器 它的独特之处就是在于它的机械臂 这款机械臂可以抓取 废弃卫星和太空碎片 并具有将它们带到 大气层燃烧的能力 熬龙1号的机械臂系统 充分融合了仿生学 机械 电子控制等多科学技术 具备定点停留 和不断跟踪绕行 目标碎片的能力 既可以让前端保持 抓取的灵活性 也可以后端则尽量在抓取过程中保持大的活动空间 根据卫星运行的高度 卫星轨道分为 一 低轨道 卫星飞行高度小于1000公里 二 中高轨道 卫星飞行高度在1000公里到2万公里之间 三 高轨道 卫星飞行高度大于2万公里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空间碎片行动计划首席专家 曾在回答记者时表示 2000千米以下的近地轨道 2万千米高度的中轨道 和3.6万千米高度的地球同步轨道 是空间碎片的集中分布区 其中位于高轨道的空间碎片 主要是失效的卫星残骸 属于大体积大质量空间碎片 对于这种大体积大质量空间碎片 最好的清除办法 一般是采用前面提到的第二种方法 即捕捉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采用 飞网 飞爪或机械臂的方式 将其收集在一起 最终将其拖入地球大气层烧毁 由此可见 SJ21技术实验卫星 至少具备以飞网 飞爪 或机械臂捕捉太空碎片的能力 由于此前 熬龙一号技术实验卫星 就已经验证了 机械臂捕捉太空碎片的方法 因此SJ21不大可能 用于验证机械臂捕捉太空碎片 更有可能是验证 太空飞网捕捉太空碎片的能力 而从美国的反应来看 中国SJ21卫星 还真将太空垃圾给处理了 其实SJ21卫星的功能可以非常强大 从理论上来看 它不仅是太空托船 而且还可以发展为载轨修理与维护 也可以加注燃料 或者让失控卫星重新获得控制 基本上就是一艘载轨维护的修理铺 与加油站 这个技术全球多国正在突破 而中国显然已经在实施了 按理来说 中国在重大的科研成果突破上 一般不会太宣扬 都是闷声发大财 或者隔了很长时间 技术又有了新突破 才会把旧的给爆出来 那么这次怎么就闹得人尽皆知了呢 说起来 这事还离不开美国的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2022年1月16日 美国突发防务网站 刊发了一篇标题为 中国SJ21托船将垃圾卫星 带向死亡地带的报告 1月22日 SJ21卫星执行了近距离操作 在公布的轨道中 失踪了数小时 围绕与一颗静止轨道卫星 越来越近 此后 它与一颗失效的卫星对接时 不过当时正是白天 地面跟踪望远镜无法成像 不过在随后观测中 发现SJ21将一颗报废卫星 从拥挤的地球同步轨道中 拉了出来 并在更高的轨道追踪到了它 这个报道看起来很正常不是吗 大概就叙述了执行过程 在该项目介绍后 还表示美国和欧洲 也在寻求这种能力 中国卫星的机动与进行载轨服务 组装和制造所需的能力是一致的 美国和欧洲也在追求这种能力 然而在这些叙述后 话锋一转 开始怀疑起SJ21卫星的真实意图 中国的卫星显然能够进行近距离操作和对接 除此之外 我们还必须拭目以待 看它们如何继续使用这颗卫星 和处理其他后续卫星 该报道想要表达的意思很明显 中国的SJ21卫星完全可以用来 对太空中非配合目标进行操作 让其进入非工作轨道 甚至直接破坏等 而外媒对中国卫星展现的这种能力 不寒而栗 并且他们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SJ21卫星可以在任意地球轨道上 进行如此操作 炒作SJ21卫星捕获非配合目标的 也不止一家西方媒体 同年2月9日 德国之声英文页面上 也报道了SJ21卫星清理轨道的案例 与突发防务网站说的比较隐晦的不一样 德国之声的报道非常直接 美国航天司令部司令詹姆斯·迪金森表示 像中国的SJ21这样的技术 可以在未来的系统中用于对抗其他卫星 在小编看来 SJ21号所验证的技术 当然是为了清除太空碎片 以便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 美国媒体炒作此消息 很难说美国人会不会以己夺人 非要把这事往太空军备竞赛上面扯 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毛主席有句话说的好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